司打教官子与献成子司打 教官子吕父 归儿哭诉其母 母曰 比家终日吃肉 顾嫩般强健会打 你家终日吃福 力气衰微 如何敌得他过 教官曰 这般我儿不要忙 等纪过了丁 再与他报复便了 钻此属与黄丰为兄弟 妖依秀才做蒙正 秀才不得已往 列为第三人 亦有问曰 凶何居乎蜀背之下 答曰 他两个一会钻 一会此 我只得让他歇罢了 正孔子两道学先生议论不合 各自差真道学而互底为假 久之不觉 乃请正于孔子 孔子下阶 鞠躬至尽而言曰 无道甚大 何必相同 二位老先生皆真正道学 秋夙所亲养 岂有伟哉 两人各大喜而退 弟子曰 夫子何于知甚也 孔子曰 此被人哄得他动身就够 惹他怎么 三上亦如生 每作文字夜先辈 亦先辈平齐文曰 西欧阳宫作文 自言多从三上得来 子文决四欧阳第三上得者 如生即喜 有见曰 某宫朝二 如生曰 比我欧阳 何得云朝 达曰 欧阳宫三 上 未诊上 马上 策上 第三上 只策也 如生方物 平上去入某日 有有人知子结婚 小兰携了礼物一样去吃喜酒 四来客作定 小兰缓缓取出礼物 是一部诗运大全 有客人谋密了 对小兰曰 以书本作为贺礼 道是少见 可否听听你送这样礼物的用意 小兰说道 诗运之书 所谈不外是凭 上 去 入 结婚之事 也不外是凭 上 去 入 我送这样礼物 祝他们早生贵子 谁说不宜 坐上宾客一听 无不捧 父 与人家吃某假将头也 阎王问他 愿与人家吃 还是愿吃人家的 彼思自己的东西 如何舍得与人吃 乃未愿吃人家的 即投生 己父为庸 帮于人 以而己亦佣于人 中年辛苦非凡 乃物即阎王与 原来吃人家的 就是帮拥 未来是他若再问起我来 我一定连连约 与人家吃 与人家吃 作诗自于许一方之妻流逝 以端节自许 一方长出 经年史归 与其妻约 独处无了 得无与邻里亲戚往来呼 流约 自军之 出 唯闭门自首 足未长屡欲 一方皆探不已 又问 何以自于 答 唯实作小师 以事情而 一方心人命取师观之 开卷第一篇提云 月夜招林僧闲话 盗牛有盗牛被家者 亲友问曰 辱犯何罪至此 盗牛者曰 偶在街上走过 见地下有条草绳 以为没用 务实而归 故连此货 御者曰 务实草绳 有何罪犯 盗牛者曰 阴绳上还有一物 人问 何物 对曰 是一只小小羹牛 缠住一螃蟹羽 田姬结为兄弟 各要赌跳过剑 先过者居长 田姬溜辫早跳过来 螃蟹方行 忽被女子撞剑 用草捆住 田姬见他不来 回转唤云 原和还不过来 谢曰 不然几时来了 只因被这歪刺骨 缠住在此 所以丹池来不得 老官苏州老官 人问 有了令郎吗 达云 提起小儿 其实心酸 前面七祖与七父定亲 说得来垂成了 被一个天杀的用计 触退了 致使七父不曾娶的七母 七母不曾养的贱内 至今小儿咬人 聚今有人 欲喜事 亦有风分 今一心罔赫 乃密书风内云 献五分 奢五分 以儿此有亦有赫分 其人仍以一心之术达之 乃以空风罔 内书云 退五分 奢五分 露水桌亦人偶见露水桌子 因已止戏写谋寸字样 被一筹家见之 夺桌就走 王府首告 集观座堂 露水以为日色铺干 字迹简去 观问何事 其人无可说的 荒曰 小人有桌子一堂 特把这张来看样 不知老爷要埋否 僧氏洁便秀才杰问和尚曰 你们经典内难 无二字 只应念本音 为何念做纳摩 僧义回问云 相共四书上于系二字 为何亦读作呜呼 如今相共若读于系 小僧就念拿摩 相共若是呜呼 小僧自然纳摩 石器一瞎子双目不明 善能闻相石器 有秀才拿一夕香剂与他闻 曰 西香剂 吻 何以支支 答曰 有些支粉器 又拿三国志与他闻 曰 三国志 又吻 何以支支 答曰 有些兵器 秀才以为其 亦 却将自作的文字与他闻 瞎子曰 此是你的佳作 问 你怎知 答曰 有些脾气 后场宾主二人同睡 客所夜湖 主人说 在床下 未曾道德 只好捧过头地场 后场断断再来不得了 借梁孔子在陈绝梁 命言子往回回国界之 以其名与国号相同 既有情熟 彼往通气 大怒曰 汝孔子要嚷一笛 怪俺回回 平日又骂俺回之为 人也择 择贼同音 忽 梁断不语 言子样样而归 子共擒往 自称平息及奉承 常曰 此也何敢忘回回 群回大喜 以白梁一旦 先令携去 许已陆续孕妇 子共归 树之夫子 孔子传梅曰 梁便骗了一旦 只是文理不通 阳相公一人问曰 相公遵信 曰 信阳 其人曰 既是阳 未甚无角 是怒曰 呆狗入出的 那人错会其意 曰 煞 无一物穷人往各寺院 窃取神物灵心 只有土地庙未取 急去挖开 见空空如也 乃骇探曰 看他今便带一顶 原来腹中毫无遗物 穷 秀才有初死见明王者 王为其生前受用太过 盼来生去做一秀才 于一无子 鬼立秉曰 此人最重 不应如此善浅 王孝曰 正为最重 我要处他一个穷秀才 把他许多儿子 活活泪杀他罢了 凑不起一世子复世 奸于构思 诸生随牌俱出 皆考者候久 甲仆问乙仆曰 不知作文艺篇 曰有多少字 乙曰 想来不过五六百 甲曰 五六百字 难道胸中便没有了 此时还不出来 已曰 五六百字虽有在肚里 只是一 十凑不起来而 不完卷一生不完卷 考了四等 受账 对有曰 我只缺的半篇 有云 还好 若做完 看了定要打杀 求签一世遂考求签 通臣曰 考在六等求上上 四等下下 妙主曰 相供差矣 四等指账则 如何反是下下 是曰 非如所知 六等触退 即是干净 若是四等 看了我的文字 绝被打杀 梦入盼 扶取同生其梦 考渴望入盼否 神问曰 如祖父是科甲否 曰 不是 又问 家中富饶否 曰 无德 神孝曰 既是这等 你做什么梦 叶孔庙有以迎前会员入盼者 拜叶孔庙 孔子下席答之 是曰 今日是夫子弟子里 应做寿 孔子曰 岂敢 你是孔方兄的弟子 断不受败 狗头师管师岁木买周回家 周子问曰 相贡庚 答曰 属狗的 开年已是五十岁了 周人曰 我也属狗 为何贵贱不等 又问 哪一月生的 答曰 正月 周子大悟曰 是了是了 怪不得 我十二月生 是个狗尾 所以摇了这一世 相贡征月生 是狗头 所以叫 叫了这一世 狗坐管一人 灌说谎 对庆甲云 舍间有三宝 一牛每日能行千里 一鸡美更只提一生 又一狗善能读书 庆甲亥云 有此一世 来日必要登堂求看 其人归于七数之 一时说了谎 怎生回户 七曰 不妨 我自有处 次日 庆甲来访 那云 早上往北京去了 问几时回 答曰 七八日就来的 又问为何能快 曰 齐了 自家牛去 问 宅上还有报更基 是直停中午基提 即止曰 直此便是 不但业力报更 日文生刻来也报的 又问 读书狗请借一官 答曰 不瞒庆甲说 只为家寒 出外坐管去了 讲书一先生讲书 至康子溃要 图问 是尖要是玩要 先生向主人夸奖曰 非令郎美智不能问 非学生博学不能答 上节相仁挪 挪的自然是玩要 下节又是尖要 不是用炉火 如何就就焚起来 请先生一诗灌谋 人管 被冥王仿之 卓叶叉拿来 诗躲在门内不出 鬼族设计哄骗 曰 你快出来 有一毫管请你 诗文有管 即便驱出 被叶叉勤住 先生曰 看你这鬼头鬼脑 远不像各请先生的 兄弟言诗 有兄弟两人 共言一诗 分班共己 每交班 必护贤诗寿 怪共己之不封 于是兄弟交诗于曰 诗伦至日 即称金粮已为交班肥寿之宴 一日 弟将交诗于凶 乃令诗参而去 即上乘 诗偶撒一辟 乃就之曰 乘上买卖 岂可轻易撒出 说不得 原替我吃了下去 退述修一诗学浅 善读别字 主人遏之 与诗曰 每读一别字 除修一分 至岁终 退除将近 止于银三分 封诵之 诗怒曰 是何言兴 是何言兴 主人曰 如今再扣二分 存淫一分以 东甲母在旁曰 一年辛苦 半厨也罢 先生敬前作谢曰 夫人不言 言必有众 主人曰 恰好连这一分 干净拿进去 赤壁赋雍诗贯读别字 一夜 与徒讲论前后赤壁两父 敬念赴字为贼字 是有 偷尔前四窗外 诗乃朗诵大言曰 这前面赤壁贼呀 贼大惊 因思前面记绝 不若往房后穿鱼而入 时已夜深 诗讲完 往后房就请 记上床 赋予图论后面赤壁赴 亦如前读 偷尔在外探西约 我前后行藏 西被此人识破 人家请了这样先生 看家狗都不消养得了 于戏左读有蒙训者 首交大学 至于戏前亡不忘句 竟如自读之 主约 勿以 以读作乌乎 师从之 至东间 读伦语注 挪虽古里儿 尽于戏 乃独作乌乎 主人曰 又勿以 此乃于戏也 师大怒 肃其有曰 这东假甚难理会 知于戏两字 从年头执于我傲到年尾 终久一诗设教 图问大学之道 如何讲 诗阳罪曰 如偏简罪时来问我 归于戏言之 戏曰 大学是书名 知道是书中之道理 诗汉之 明日 为其图曰 如被吾之 昨日成罪便来问我 今日我醒 偏不来问 何也 如昨日所问何意 对以大学之道 诗如戏言是 知 弟子又问 在明明得如何讲 诗句捧额曰 且住 我还终久在此 先生意气主人问先生曰 为何讲书总不明白 诗曰 兄是相知的 我兄中若有 不讲出来 天诛地灭 又问 既讲不出 也该做定些 答云 只为家下不足 顾不得不走 主人云 既如此 为甚供己略淡薄 就要见过 先生一人变色曰 若这点意气没了 还向各先生离 孟周公一诗咒寝 而不容学生瞌睡 学生节之 诗谬言 曰 我乃梦周公儿 明昼 其徒亦孝之 诗以戒方机醒曰 辱何得如此 徒曰 亦网见周公儿 诗曰 周公何语 达曰 周公说 昨日并不曾会见尊师 问管起而至一心竹筒 仲盖孤酒称贺 梅饮碧 折忽曰 庆心管酒肝 一诗正在秘馆 偶经过闻之 误听以为庆心管也 即向前一之曰 列位既有了心管 把这就管让与学生罢 改对迅蒙先生出两字课与学生对曰 马思 意图对曰 彭愤 诗曰 好 不须改得 又意图曰 牛屎 诗赤曰 狗屁 徒一一而欲行 诗指之曰 你对也不曾对好 如何便走 徒曰 我对的是牛屎 先生改的是狗屁 踏图馆中二徒 一葱俊 一呆笨 诗出夜客 市亭中栽有梅树 即指曰 老梅 意图建盆内肿摆 应声曰 小伯 师曰 善 又命意图 可对好些 徒曰 阿爹 师以其对得胡说 怒踏其手 徒哭曰 他小伯 伯不打 道来打阿爹 吃份师在田间散步 见乡人挑份灌菜 师亚曰 菜是人吃的 如何颇此会晤在上 乡人曰 相公只会读书 不晓我农家的事 菜若不用奋交 便成苦菜已 一日冬假以苦菜善失 师问 今日为何菜为苦之甚 管同曰 因相公嫌龌龊 故将不交奋的菜请相公 师曰 既如此 愤未可见 拿些来带我吃罢 咬饼一蒙师 剑徒手持一饼 戏之曰 我咬个月弯与你看 既咬一口 又曰 我再咬个定胜与你看 徒 不舍 乃以守眼之 勿咬其指 乃喝曰 没事 没事 今日不要你念书了 家中若问你 只说是狗夺饼吃 咬伤的 是我一师职清明放学 帅徒郊外踏青 师在前行 呕撒一辟 徒曰 先生 清明鬼叫了 先生曰 放狗屁 少请 大雨倾盆 田间一瓦 为水淹没 锦鹿其背 徒又只为先生曰 这像是个乌龟 师曰 是瓦 瓦我同音 使在口头 学生问先生曰 使字如何写 师一时忘却 不能回答 陈吟 半赏曰 疑 方才在口头 如何再说不出 温牛经学先生 初一课与学生对 约 隔阂并马 学生误认并自为病子 即应声约 过江温牛 个人各妻一上路 先生向人约 原来无下朋友的老妈官 个人是一个哥喇 永中师有四人自负能师 一日同游四中 见殿脚悬中一口 个人师性勃然 遂连聚一手 其一约 四礼一口中 赐运云 本质原是同 三约 父转向直婉 四约 敲来嗡嗡嗡 银必 互相赞美不治口 以为师才敏捷 无出其诱 但天地造化之气 以泄尽无疑 定夺我备受算矣 四人忧疑 相聚还气 忽有老人自外置 询问何事 忠告已故 老者曰 寿数顾无碍 但各要患病四十九日 众问何病 达曰 了榜骨痛 做不出租户连年欠租 每推田寿做不出米来 是怒曰 明年代我自种 看是如何 租户曰 平相共拼着命去种 到底是做不出的 助帽有盛大 盛二者 所戴沾帽 何放一 处 一倍重铸 兄弟二人互相推进 各认其不住者夺之 是一世经过 以其读书人明理 请彼觉知 是直住帽反复细看 乃逆圣大曰 此辱帽也 问 何以见得 是曰 起不闻大学住解云 宣 做先 住 做住 圣大之帽 帽同音 歪师一世好做歪师 偶到一寺前 见山门上诉 照玄坛和虎相 是及诗性薄发 遂淫曰 玄坛菩萨怒 脚下踏个虎 去生念音作 旁立仪判官 嘴上一脸饿 急到里面 见殿与威厄 随又续提曰 宝殿雄灾大 念作度 大佛归中作 文书其狮子 普贤其白兔 僧初见曰 相供师才明妙 但韵脚欠妥 小僧回奉一首和儒 是曰 甚好 僧念曰 初在山门路 撞着一瓶醋 诗又不成诗 只当放个破 破生辟也 问偶上路 先生携子出外 吃着仙偶 乃问父曰 爹 来个啥东西 树搭起 近似烟囱 横搭近 好像尼龙 捏搭手里四把弯弓 搅搭口里 醒松醒松 以借甜水浓浓 烟搭落去 蜘蛛丝绊 柱子喉咙 从来 勿曾见过 其父怒曰 呆奴 呆奴 各就是难货 店里包东西大 独土阴 夜各根结吗 老童生老虎 出山而回 呼度鸡 群虎曰 今日故不遇一人呼 对曰 遇而不识 问其故 曰 使遇一和尚 因骚气不识 次遇一秀才 因酸气不识 最后一同生来 亦不曾识 问 同生何以不识 曰 怕咬伤了牙齿 任拐杖 现关考同生 至晚呼闻 鼓角喧闹 问之 门子禀曰 同生拿岔了拐杖 在那里争认 双引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